嗯 发现了一个 小伙伴们 你们见过这种蔬菜吗 我们这里叫腐儿瓜 有些地方也叫腐手瓜 小伙伴们 你们那里叫做啥 你以为我现在是坐在我们家地里 给你们摘的这个腐儿瓜吗 你错了 青石果在这里 大山的子孙鸟 爱吃腐儿瓜哟 这里风景咋样 兄弟们 话不多说 还是先把这蔬菜先折了 这一块石头上的腐儿瓜 今年还记得是挺多的 在我们大山里面 只要你来寻找 绝对有你意想不到的美味 听这里的婆婆说 这个石头原来是512地震的时候 从那山上滚起来的 然后这粉瓜也是野生的 但是就在他们房子旁边 非常非常好栽 栽了一下 已经栽了快半倍多了 刚才还没有发现 看一下 这真的挺多的 所以这个全都要栽回去 如果说太老了 再来栽的话 吃着就没那么好吃 所以趁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栽回去 不管是拿出去卖 或者是送人 送邻居 都还是比较好的这个东西 今天先栽这么多回去 说实话太多了 也背不回去 在我们这边 腐儿瓜的吃法 一般就是炒肉片 或者是炒腊热 这东西还可以拿来炖汤 都是非常非常鲜美的 小伙伴 你们那里还有什么吃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跟大家讨论 慢慢一背的 差不多 准备下去了 不是我不想栽啊 说实话 真的 背得太重了 摘太多 我也背不下去了 兄弟们 全部花 花上去就这么多了 梯子换回去 我会让我看你 去吃饭的时候 吃饭时 我会做到这里 它的结果不够